那我们就开始今天这个下午的一彩旋课程 指数呢今天又是一个震荡 那么相比较而言呢最强的是来自于客唱版 客唱版之所以强呢主要是两个对吧 一个是医药就是创新医药这边还行 另外一个呢就是半导体 但是呢客唱版指数也是一样的 出现了一个冲高的回落 主要就是跟半导体板块的这个冲高回落是有一定的关系 不过今天客唱版的成交量还行 就有774亿的成交量 所以这个成交量呢是能够支撑今天 整个客唱版指数上涨的 所以呢客唱版的问题就是 必须要保持住这个成交量 对吧也就是说站在明天的角度上来讲 明天如果要涨就是维持强势的话 那客唱版的这个成交量要达到八千 八百亿以上 就是当然的这个就是成交量八百亿以上 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客唱版指数 到现在为止大家可以看到的情况 就这一轮反弹上来客唱版指数 没有一根阳线是涨幅超过3%的 就是没有看到这种就是非常大涨幅的这个 就是就是阳线对吧 那么而且呢我们看整轮反弹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单日上涨幅度最大的是创业版 也就是创业版是这波反弹的领涨的品种 所以介于客唱版的第一个成交量 本身不是有明显的这个释放 另外呢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阳线的这个涨幅啊 或者说阳线的这个力度啊 也不是最强的 所以客唱版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依然还是 呃就是有反复吧 就是他没有表现出特别好的领涨气质啊 这个是很有关系的对吧 所以那么我们先把它包括客唱版指数 也是先把它当做反弹来做啊 反弹来做 那么呃之所以客唱版指数走的不那么凌厉 其实也是跟这个就是半导体板块的指数有很大的关系啊 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半导体板块指数现在走的是这个结构 对吧 就是等于说第一波反弹回产 现在是第二波的这个向上 那半导体板块呢 在这个方就是在这个上方啊 就这个区域当中 它是有这个明显压力的 就在这个上方 其实当时就是一个反弹嘛 就是这波下来以后的反弹 它这里是有累积了不少的套法盘 所以这个位置上它需要消化 需要消化 半导体板块 也是需要消化这个套法盘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客唱版指数也很难 就是走得很强 就或者说是客唱版指数走的依然是这个 就是算是一个震荡局 对吧 就相对来说是震荡向上啊 盘升 那么除非只有一种情况了 对吧 就是快速的放量 因为快速的放量 包括半导体板块的放量 它才能把前面那个平台的套法盘 能够迅速的解放 也就是它的意愿是所加速 那么在成交量没有完全这个就是 嗯 就是释放之前 或者成交量没有快速放大之前 对于客唱版指数来讲 应该还是个盘升局 还是个盘升局 那么反正大家就盯着 这个客唱版 50指数就行 那标准是什么 就是不能低于700亿 但凡你看到又低于700亿了 那你就知道客唱版指数可能又会 这个进入到一个震荡修正的过程当中 对吧 那当然随着它的成交量上升以后 后面它每天的这个就是标准就不能低于什么情况 它会有变动 到时候我们这个在客市场再来跟大家讲 或者说我会在收评里面去跟大家讲的 反正现在大家先按照这个700亿的标准来看 就是眼下客唱版的上涨的成交量需要突破800亿 然后回调的成交量不能这个低于700亿 如果低于700亿 那就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良性回调 对就是如果少于700亿 那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做多的能量开始这个快速的萎缩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人愿意去做多或成接不好的话 那就很容易形成下跌 今天这个北向资金又再次流出对吧 其实下午那波下跌啊 就是整个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就下午的这波下跌 主要就是北向资金 扎的 北向资金扎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明显啊 北向资金 对吧 从开盘就往下扎对吧 然后尾盘是有回声 就这个北向资金快速的下扎 那么 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吧 对最多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六十几亿 留出了六十几亿 对六十几亿 六十几亿 六十三亿对吧 然后呢 收盘的时候是这个三十七亿 有所回声 那么包括这个港交手那边 中国平安也一度跳水 这个就有受传闻影响嘛 跳水了百分之五 所以实际上 嗯 今天下午 更多情绪是被这个 北向资金给带了一下 对吧 就是带着这个就是 回落了 那么 好在有惊无险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是今天市场的成交量 放大到了一万亿以上 一万零 这个三百多亿 所以呢 昨天我在电视节目当中也说了 只要有成交量 它就不缺成接盘 也就是你跌下去 就有人愿意去买一点 对吧 就你这成交量放在那里嘛 就你你只要这个 有杂的啊 有有这个获利盘 这个有有这个 获利了结的 那么底下那些 这个资金 它是等着的 就是我不去做主动的拉升 但是跌下来 我愿意去拿一下 对吧 所以指数 大家看到的情况就是 今天 这个上证跟生成值 是小不收跌 然后创业板 是微涨 然后客创板是上涨 对吧 那么上证这边落呢 主要落就是落在金融 这个 然后石油啊 煤炭啊 钢铁啊 这些权重里面 其实就是周期跟金融偏落 对吧 周期跟金融偏落 那保险 今天又是跌幅第一名 所以保险板块指数 也创了新低了 也创了新低了 就创了这一轮的调整新低了 所以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对吧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市场的选择 就市场的资金选择哪个方向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跟着这个方向去做就好了 那么如果你前面一味看好什么大金融啊地产啊这些的 那我相信连指数都跑不赢 对吧 而且呢 就是 就是如果你拿着这些股票的话 现在是很难受 其他股票倒还能回血 对吧 包括银行也是一样的 走市整个都是这样 那么券商这块呢 今天也是调整 昨天我也在电视节目当中说了 券商呢 是这个位置不可能 就直接向上了 对吧 那么而且呢 实际大家能看到出来 那天所谓的这个星期一嘛 券商有这个并购 所并购的消息影响 对吧 其实它的上涨力度是很差的 你要搞成这种力度还差不多 对吧 就搞成这种力度 或者至少也得这种力度吧 涨了5%吧 就这种力度 它这种力度是不够的 对吧 就4% 就连5%的力度都不够 那这种力度不够 那显然你就打不出这种高度来 对吧 就打不出这种高度 不管是成交量好 也好 什么都好 就打不出这个高度来 所以呢 券商在这个位置上更多的 也就是说 走两天就是震荡 因为这个地方也很难形成主身 对吧 然后我也说了 就可能个别的券商会好一点 实际情况呢 就是 景龙也算好一点 对吧 太平洋已经跌了 因为太平洋是跌的 方正太平洋都是跌的 对吧 都已经是很明显的下跌了 下跌了 那么那边呢 就是一个东莞证券 对吧 还有一个龙系 龙系是券商 和参股券商概念 对吧 那边是东莞 东莞股份 那么 这两个其实都不是纯正的券商股 也就是券商股里面 也就是因为景龙带了一个龙字 对吧 所以它相对走的强一点 那么石油啊 钢铁啊 这个煤炭啊 这些东西 我就不多讲了 油色啊 这些东西 反正就是 呃 本身我也不看好 包括煤炭的补跌 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还有呢 就是 呃 就是大金融也不看好 啊 基建啊 这些东西都不太看好 都不太看好 因为其实很简单 呃 大家看这个资金的路径 就两个嘛 第一个呢 就是当时上周一的时候 对吧 我们记得上周一的时候 就是周一的时候 大家记得啊 嗯 周一的时候 就是可指数共振的 对吧 一个是医药 一个是半导体 大家都能看得全清楚 还有半导体 上周一的时候 那么毫无疑问 对吧 就是 指数万亿 这是第一次万亿级别的 就是上涨 对吧 跟指数共振 就是半导体跟医药嘛 那么他们是属于低位的了 所以低位的 你就看半导体跟医药就好了 因为当时新能源赛道的票 其实的涨 他们的涨幅要比医药 半导体都差 对吧 就新能源赛道 就是我们讲的电器设备 都比较差 那么就 我们就不用去看了 对吧 主要就是看这一块 这两块 就低位的主要就是看 看这两块 然后呢 半导体本身又是 又是属于 这个消费电子的上游 对吧 所以这块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医药股的逻辑 其实也很正 第一个呢 就是医药板块是率先 先于市场见地的 对吧 它是先于市场见地的 然后走过一步反弹 然后再回来二次确认 它现在就是在场上了 那么医药呢 经过两年 两年多的这个洗礼 对吧 就是一路的这个高估值 也这个有了很好的改善 然后呢 这当中也有很多的 就是情况 比如说 集财啊 对吧 医疗反腐啊 最后这些 所以呢 我觉得 该释放的利口都释放掉了 然后呢 接下来就会迎来一个 相对比较好的修复期 那这个修复期呢 主要是跟什么呢 一个是跟 美联储加息 基本上到了一个尽头 然后呢 十年期的美债 对吧 也出现了高点的拐头 那么这两块 其实它是有利于什么呢 就当这美联储加息 到了尽头 这个十年期的国债 也出现了拐头 向下的这种情况 那么有利于 就是美股的成长股 美股的成长股 其实就是比较鲜明的 一个是 高科技的公司 另外一块就是来自于 生物医药类的公司 对吧 那么 这样的话呢 也就是说 对 A股的这个生物医药类的公司 其实包括CXO啊 创新亚啊 也是同步的利好 那么再加上中美关系的缓和 所以医药板块 我觉得就是 逻辑非常的正 对吧 当然 医药板块 如果你看一下 这个板块指数的周线 对吧 还有这个月线的话 你也知道 它没那么快 即使要走成这个样子 就是有一波 就是到了这个位置 对吧 那它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要盘一下 要把这个均线盘上来 对吧 月线的月均线盘上来 那么这个盘上来的过程 或者说是 就是我们讲的MACD指标 这个金差 二次金差 就水下二次金差 对吧 那么一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如果要发力 就是一个指数要发力 一般都要在零上 就指标要到零上 对吧 它现在还在零下 你看当时这里的这一波 它也是什么 就是MAC指标已经跑到零上来了 那么它后面才能够加数 现在在零下它加不了数的 所以你加不了数你就知道 现在医药板块很多的股票还是属于一个什么 就是慢慢慢慢的这个震荡向上 或者这个进二退一或者进一退一的这个过程当中 没那么快 也就是现在不是它主持 如果你要说什么时候 对吧 或者说后面有没有更好的这个预期 那更好的预期应该在明年 更好的预期在明年 所以这是医药板块 就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半导体板块 那我就也不多讲了 就本身位置比较低嘛 对吧 半导体的逻辑也非常的清晰 一个是受制于这个比如说英伟大芯片 高端芯片的这种这个就是出口的限制 对吧 那么我们必须得自言 另外呢就是这两年因为华为被打压嘛 对吧 所以其实芯片成了一个突破口 现在因为有了这个这次我们看到 这个METO60 Pro这种新机的这个热卖 对吧 也就是说从消费电子段 已经华为已经突围了 也就是一个消费电子段芯片 已经开始突围 华为一突围呢 其实就带动了国产整个的 就是芯片这个产业链 所以包括中芯国际后面还要扩产 对吧 那么它就极大的刺激了国内的材料商 以及国内的这个就是设备商 对吧 再加上呢 一直有传闻 就是后面还会落地嘛 现在一直有传闻 传闻什么呢 传闻就是要成立光客桥公司 对吧 那现在还没有最后的一个 就是我觉得传闻 越 这个就是越晚落地越好 对吧 这样的话呢 这个半导体板块 一直会有这个 这个就是 震荡向上的预期 或者说大家心里都有这个预期 这是半导体这块 那么全 跟全球共争的 也就是说 存储芯片这块 因为涨价 所以这是跟全球共争的 那么介于这几点 再加上半导体板块指数 继续这个优势 对吧 这个指数啊 位置很低 急剧优势 所以呢 站在这个点上来讲 半导体板块 是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 刚刚还处在一个底部 慢慢爬升的过程的 这个板块 对吧 所以半导体板块的 个股呢 也是一样 昨天我专门说了 对吧 就做节目的时候 也专门说了 我说 如果你不愿意去追逐 那些涮力啊 这个汽车啊 比较高位置的 那么半导体跟 这个医药医疗 就创新医药 C超这些 其实我觉得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吧 你慢慢蹲就行了 所以实际上就是 这么回事 那半导体板块 今天也是一样的 对吧 像这个 文艺又涨定了 对吧 文艺比较高的 那你不愿意去 做这种股票的 那么 你类似于像 比较低的 就这种了 对吧 所以说脱金科技啊 这里的 它也是滑微投的嘛 对吧 位置就比较低 然后什么 中卫公司 就一直这样的 对吧 就设备的 那也是一样的 就是调整了以后 你去买就好 那么 这个 就是 富乐德 对吧 那么 也是说光科技 就是那个 光科技设备嘛 就等于说是 今天打了一个20% 因为它这种的就弹性票 300那种弹性票 其他的就是什么 安基科技啊 这些都是老的了 很老的了 就都是说这个 炮光业啊 这些其实就是国产 替代罗辑比较强的 对吧 那么这一类的呢 我觉得反正 嗯 就是类似于半导体板块的 这些个股 我觉得就是 有位置比较低的 对吧 你还是可以去潜伏的 等它拉上来就行 位置低一点 那么今天实际上 分化比较大的是 算力 对吧 算力昨天是高潮 然后昨天晚上又有利好 但是呢实际上算力今天华为算力这块呢 是还算是这个不错的 就是华为算力这块 然后四川长逢的涨停 对吧 就是整个华为算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算力很明显 一定高薪的涨停板也被砸掉了 对吧 第二个呢 是就类似于像那个 恒润对吧 恒润这个早上9点开了百分之9点几 对吧 直接一路炸下来 那么这是算力租赁了 对吧 还有算力租赁 还有一些其他的 对吧 像这个什么莲花卫金 而且莲花健康这些对吧 都是的 这类呢 就是调整的就比较多 所以实际上就是昨天的这个方向 对吧 就是讲的比较多的算力 或者说大家就就是这个 这个涨盘都已经涨停的 那今天奔起非常的大 那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算力调一下嘛 调一下这个 包括利通电子对吧 利通电子这些都是这个调整的 对吧 那么等它调一下吧 我觉得调一下就会更好一点 对吧 那么华为系的今天就比较强一点 就是恒威科技相对比较强一点 关于这个算力 现在大家分歧也比较大 有的认为算力就是炒一炒 其实不是的 算力现在也不是概念 我有跟大家讲过了 算力实际上现在就是一个赛道 为什么呢 除了大模型的测试 对吧 需要对算力的需求非常的大 因为之前这大模型都是建设嘛 就是我们所谓的建设就是 在建设大模型的过程当中 其实算力这块的需求不是很大 但是一旦这个进入到训练的情况 那大模型的 而就是算力的要求非常高 对要求或者需求急剧的提升 那么加上这个英伟达这个AI芯片的这个控制 所以国内现在算力这块短缺很厉害 那么传统的上次也跟大家讲过了 传统的这个云服务商呢 他又是这种这个单服务器的模式 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这个现在大模型训练 以及包括其他未来各行各业对于这个算力的需求 因为现在大模型的训练都是这个就是 就是服务器的集群 对吧 他不是一个单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应就算力租赁这个行业 就急剧这个潜力跟爆发性 所以在这种 因为他的优势就很明显对吧 那么缺点也很明显 那缺点就是什么 他不可能是所有的 最后他有个趣味成真的过程 对吧 就是对于那个一次性的投入 他要求比较高 就是这个算力啊 因为你要添加设备啊 对吧 你要买你有这些卡 然后你还要这个形成规模效应 这样的话呢 那些大厂就所谓的互联网大厂 他才会跟你签约 对吧 用你的这个算力 所以他需要有一定的规模 有了规模才能降本真相 所以现在来讲 这个还是小和出入尖尖角 就是现在还处在一个大家朦胧期 或者说有有卡的 有有这个业务的对吧 算力这个租赁的 有下算力这个配置的这些 反正就是先炒一炒 但后面其实会有业绩落地 对吧 所以现在只是华为 不是华为 就是这个叫做国产算力的上半场 上半场已经是炒得很厉害了 对吧 那么还有下半场 那么这个是上半场 为什么说 你看这次就算力是主生 其实算力在 这个人工智能AR的上半年的时候 也炒过的 那个叫做什么 娱乐 现在是上半场 好 未来还有下半场 还有下半场 所以整个算力 我觉得就是围绕这些龙头的品种去做 对吧 所以今天横为 科技是涨的 横为因为它代表的是华为算力这块 所以它也有反弹 那么这种股票呢 其实都还有机会 都还有机会 对吧 那么核心其实 整个核心就是看两块了 一个是高新发展 对吧 就高新发展为首的这个 算力的这个租赁 另外一个呢 就是来自于 横润 横润股份 就是主要就是两块 对吧 就这两个龙头 那么横润呢 今天是这个一根放量的阴线了 那明天就看一下 明天 因为昨天龙库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 龙库榜 昨天的龙库榜很明显有机构进场 对吧 机构买了将近三个多亿 买了三个多亿的这个筹码 那么今天我 我觉得应该也不应该就这个 全部倒掉了吧 对吧 那正常来讲 我觉得 明天应该会有修复 明天会有修复 这个是从这个 就是算力的这个 打块来讲 那么算力这种 其实就是现在也是一样的 就每每到了这个 可能大家都关注度很高的时候 对吧 谁都愿意去 搞一下的时候 那往往就是一个 就是短期的一个卖点 短期的卖点 昨天其实算力已经算是高潮 对吧 那么今天高潮的是什么 今天高潮就是短剧游戏 我估计今天晚上大家都去看这些东西 那么实际上 这个已经 就是像中文这个 在线上之间已经吵了一个星期了 对吧 吵了一个星期了 所以 明天再去追逐呢 就没什么意思 而且明天呢 关键是什么天威四星啊 龙韵啊 这些对吧 就是还要PK 很有可能都全部断掉 所以明天短剧游戏这块 可能包括游戏啊 这一类的 会这个出现恒大的这个日内的分歧 那明天又是周四 对吧 那么日内分歧会造成什么呢 就造成他们一旦断了 高位的断板了 那么又会造成对于人工智能AR 今天这些 今天你看他们是带人工智能AR一起反弹的嘛 当时我也说过 对吧 就会带着人工智能AR一起反弹 比如说数字确权啊 这个切射GBT啊 对吧 然后那个就数据要素啊 这个元宇宙啊 还有什么信创啊 等等 就带着一起 只是说 就低位领头的反弹的这个板块 其实就是跟短剧游戏相关的 那么我们传统的教法呢 叫做传媒娱乐 对吧 今天也是一样的 基本上就是高潮 那么明天也没法接 明天没法接 因为他不是长了一天了 对吧 明天没法接 那么到时候要看 明天是他们会把这个带下来 也带下来 那么今天呢 有一个这个很恶心的事情 就是天龙嘛 对吧 天龙股份 天龙股份呢 就是天地板跌停 天地板跌停 早上涨停凯 一直到收盘的时候就跌停 那么天龙的这种走势 对吧 其实因为天龙断板是肯定的 就是今天段还是明天段的问题 对吧 那么这个今天段 那么对市场的情绪就会有影响 肯定是有影响的 那么也就是说天龙断了 我觉得反而是好事情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天龙的周期 天龙断了以后呢 我们在下周可以去期待一下 跨年龙的可能性了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天龙断了以后呢 整个来讲就这个周期 大家要就是要特别小心 小心什么呢 也就是说天龙的这个调整周期 可能也是会伴随着指数的震荡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指数比较强的原因 就今天其实指数比情绪要好 指数比较强的原因是因为有成交量 那我昨天也说了 对吧 虽然今天比较资金也是流出的 但是因为有成交量的关系 万一成交量 所以你看到指数其实表现的并不差 对吧 或者说还偏强一点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就知道了 涨跌加速也就是市场情绪指标 市场情绪指标是连续三天 对吧 这个是周一的时候最好 这是昨天 然后呢 这个这是今天 那么我们再往前推 这个是上周五 上周五昨天 上周五星期一到昨天 其实市场情绪都还蛮好的 对吧 就个股涨多跌少 到了今天变成了跌多涨少 它等于说是一个循环嘛 那么明天又是周四 后天是周五 所以要小心 天龙退潮以后 对于整个T菜股 以及市场情绪所带来的影响 其实今天情绪已经走在了指数之前 所以依然不排除明天指数跟情绪会有共争的调整 即使明天没有可能周五都会有 那我们在这个就是我昨天写这个这个收评的时候也说了 对吧 那么也就是正常来讲就是周四周五这个地方要防回车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看一下平均股价指数 平均股价指数 平均股价指数就是离我画的这根线已经很近了 那你也不知道明天是不是在早上冲一下吧 因为在上一次 大家记得吧 上一次也是的 上证指数补涨了一下 就早上冲了一下 对吧 就冲高回落 然后就调整了 就早上冲了一下 然后回落了 当时是什么呢 因为上证指数反弹的力度弱 对吧 没有碰到五周均线 那么他冲了一下 就碰一下五周均线 然后就回来了 那么明天上证指数是不是还会冲一下呢 比如说 这个因为 权重都是很差嘛 对吧 那也有可能明天权重反弹一下 比如说金融反弹一下 石油 对吧 或者说有色这些钢铁 煤炭反弹一下 也有可能 那 如果是 这个 他们反弹一下的话 整体 有可能就是早上 又是这种重演 就是什么重演 就是 这个 平均股价指数 可能往上顶一顶 对吧 正好 差不多要碰到这根鞋 那 不管是超过 还是不超过 其实就是差不多了 就跟大家说 这波反弹就差不多了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要先回踩叙事的 所以 正常其实就是明后天就应该要看到这种情况了 对吧 只是说 因为现在有成交量嘛 它的这个 就指数 它不可能马上就跌下去 对吧 你看平均股价指数比较直观 你看指数 你有可能还是个震荡局 甚至于说明天可能是 互生 主板所谓强一点的震荡 对吧 也可能 创业板先转落 对吧 创业板先可能回一回 那么这个是正常的 到了下周 到了下周的话 正常来讲 到了周五或下周 那这里要主动做回落的 平均股价指数要主动做回落 那么也就是说市场会因为什么 这个题材情绪率先的开始转落 就题材情绪率先转落 而进入到一个什么 可能个股跟指数共振有一次回调 那么反映到这个 就是情绪指标上就是连续上涨以后 对吧 就连续到费点以后 它开始又重新再来一次回到低位 或者回到冰点 然后再重新起来的时候 就到下周 重新起来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一个是资金的高低位切换 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新的概念 第二个就要注意一下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 这个跨年的油股 对吧 就是跨年龙 那么在这里我说一下 其实到目前为止 谁也没有办法说知道 提前知道谁是跨年龙 你去问任何的油脂 任何的什么 这个所谓的量化 对吧 都不知道的 而且很多跨年龙的时候 就当他刚开始 哪怕涨了两个涨停 你都不知道的 最后是资金共振 把它顶上去的 就是资金共振 就是不断不断打上去 你才知道的 有的时候 它不那么明显 对吧 像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像今天不结龙涨停了吗 对吧 结龙这一波 实际上是能够看得到的 就为什么能够看得到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能知道了 知道什么 那个时候因为它是华为概念 所以它本身就是华为的最高标 那就是越走越强 而且你能前面就介入 但有的时候不见得 就跨年龙不见得 因为它有可能是个独立股 这个独立股刚起来的时候 它没有什么概念 等到它走了一段 可能走了这个五六个涨停板了 对吧 甚至于它前面先断 再走连板 你再知道原来这个股票是这个有可能成为跨年龙 那个时候可能都已经接近翻倍了 所以这个到了下周吧 我觉得只能是说我们去观察 对吧 就是你如果能够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吧 那么又可以可以先上点常委 这样的话呢 万一是这个跨年龙的话 就你至少不会错过 不会错过 好吧 那么这是接下来我们要去 这两天我们要做的动作 就是功课 那么 大家来看一下 明天就是这帮 就是连板股 对吧 明天就是帮连板股的再次的争夺 今天实际上已经有争夺了 对吧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个天龙直接就没了 对吧 就是当场趋势了 然后东方加胜对吧 也出现了跌停 然后那个昨天反报的那个 这个断包反报的照样科技今天跌停 不过照样科技从筹码 我看了一下他的筹码这个应该没有做完 这个股票还还还不会直接吃对吧 那么肯定还会还 另外今天有有这个不断有这个就是撬板的资金进去的对吧 我再加上了整个消费链子小米的这块也没有说 全部兑现对吧 所以晚上可以看看农物榜吧 谁在这个这个板是谁撬的谁抛的 那么 其他的像什么易德龙啊 对吧 就是那谁说的恒润啊 都都防征政权啊 这些对吧 其实都已经先这个就是淘汰了 对吧 先淘汰了 那么明天就是其实这个短视频这边呢 就是一个是天威视讯 对吧 一个是今天还是很强的龙韵 对吧 龙韵今天砸下去被打打打上 打上来了啊 那么这这些都会代表短视频的啊 然后东莞控股跟这个龙锡呢 我估计明天也得开 龙锡应该也得开 对吧 就他们本身代表的都是券商这一款的 或者仓库券商的啊 福晋科技呢 这种三板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高的 因为他吵的也是光科技啊 其实他吵的也是光科技啊 那么三板到头了吧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太好的预期吧 对吧 呃 凯仲呢 昨天还有什么违规对吧 就是这个就收到监管管委会 这股票也是汽车股不好说啊 所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气质感觉啊 而且今天又是一个 今天海底捞的股票特别多 他算是一个 对吧 其实最正宗的海底捞今天是通达 是通达电器 这个海底捞是捞得到的啊 呃 你们可以看一下分时对吧 他的分时是符合我教的这个原理啊 就是去低系一下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今天最标准的就是通达电器 那么通达电器明天的问题 其实跟那天这个3929的这个 甲乡集成是一样的 对吧 那今天他是海底捞 那明天如果说要加强的话 那明天他需要高开啊 也就是明天他需要落转强啊 明天就是就是实际上也不是落转强 明天他需要加速加强啊 就是直接高开往上扯啊 如果说是低开 明天如果是低开 因为今天获利盘比较大 如果明天是低开往上拉对吧 那就你如果你有的话你就要 呃 折击了解掉 公告了解掉 为什么呢 因为嗯 现在这个时间点不太好 就是卡的这个时间点不太好 是因为什么天龙的这个等于断板期 那大家可以看得很明显 刚刚我们说了叫结龙技术 你看天龙一断板结龙就来了 老的就来了 对吧 早上的时候是还是资金去搞圣龙啊 对吧 因为圣龙离他最近嘛 他实际上就是圣龙 圣龙断的时候他出来的 对吧 就是他是圣龙的这个提升嘛 接力者 那么结果圣龙大家人家不买账 现在离得太近了 对吧 不买账 就是就砸下来了 那砸下来了以后呢 有资金就去下午就去搞了结龙 因为结龙是什么 叫做老龙回首 对吧 老龙回首 所以老龙回首以后呢 也还有一批其他的股票 对吧 也被什么内随什么 这个这种 什么苏贝德俄啊之类的 也开始翻弹了下午 都一样的 你看就是这个时间点上 对吧 其实就是一些老的 以前那些龙头的票 也开始 就是做龙回首了 或者说是反弹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 就是现有的这个天龙 对吧 倒下了 那么老的做反弹 但老的这种做反弹 他也走不远呀 对吧 他本身也走不远 所以如果说天龙明天 继续负反馈的话 那这些股票的争夺 也会非常的激烈 再加上我给大家说了 从情绪指标上来看 对吧 应该是这里情绪 还要继续的退潮 或者说是对于个股来讲 可能赚钱的效应 还会要下降 还会要下降 所以明天其实挺关键 对吧 那目前来讲 就是文艺科技是 卡掉了那个 就是3929的亚象基层 就把亚象基层卡掉了 那么但文艺也是这个问题 对吧 文艺现在三半了 也面临着明天 也很难再走上去 那么其他的辨识度也不高 其他的股票辨识度 都不是很高 所以明天 风龙是作为今天也是 就是卡着这个天龙上来的 对吧 但是走不走 应该也是很难走得非常远 对吧 就是这个票 明天看吧 如果说明天爆亮了 就比较麻烦 对吧 因为现在筹码他还行 没有完全爆亮 如果明天爆亮了 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呢 也只能看看 因为现在高位的 有可能会经济 对吧 因为他最后会留活口的 反正现在大家看 胜龙后面就是天龙 那天龙后面会不会封龙 也有可能 不是没有可能 但这种就是 他只能剩一个嘛 就是剩下一个 对吧 就现在来讲 这个风龙 龙韵 龙羽 对吧 还有龙溪 就是这些 那么目前来看 也就是说 风龙 就是如果剩下来的话 风龙的这个 可能性最大 对吧 龙溪呢 因为他本身也是参股券商 就是 想要成为这个天龙的接班人 我觉得难度太大 难度太大 好吧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你只能盘中去盯了 谁更强 一个是看开盘谁更强 对吧 他才有可能禁忌 比如说 风龙的开盘墙 还是 这个同样 今天都是换手的嘛 那他明天可能要是 墙嘛 就明天要看 这些 龙之辈的 那些连板的票 谁最终的开盘墙一点 开盘墙那不算 开盘落的估计就 基本上淘汰掉了 明天 然后开盘墙不算 要看一下他 墙 比如说 这个明天天龙 还是负反馈 那他开完盘以后 还会有下闸的动作 下闸的动作来看承接 如果承接好的话 那就有可能 就他来接提 对吧 就这个风龙来接提 昨天龙之头的票呢 集体高潮 我也说过了 对吧 龙之票 龙之票呢 有点像高潮了 然后呢 已经龙凤城墙了 今天就是凤凰 就是叫凤凰的目标都涨了 那么这个 毫不拥有了 他有身位又失了 就在上海凤凰了 今天就顶一只板了 结果什么凤凰传媒 什么的 这个还有这个凤凰股份 对吧 凤凰航运 你看都涨了 这个其实就是有点无厘头 涨这些东西有点无厘头 纯粹资金的这个动作 那么这种都很难有持续性 对吧 传媒里面就涨了凤凰传媒 所以这个已经你想 从这个凤 还有个凤凰光学 我们之前也说过 其实很早就说了 龙凤城墙这个情况 那既然 这个事情 就是从龙到凤 龙凤城墙 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 今天连凤凰黄的这个 这个股票 对吧 就凤 凤之辈的票 都是日内高潮了 那么也就明天 根本就没法接的 明天是没有办法去接的 所以 大家知道就行 对吧 就你要提前知道 他这个炒作路径 你提前在里面埋伏着 对吧 他拉了 那挺好 然后呢 明天就是个卖点 明天就是个卖点 那么明天主要就是一个凤子票是个卖点 第二个是传媒娱乐 包括这个短视频的这个游戏 对吧 其实都是 我觉得没有买点 只有买点 那如果 接下来 也就是说 我大概说一下 就是 今天实际上 大家看的比较清晰 对吧 就是 一个是 药 就是 创新药这块 对吧 还是有那个龙票的 就是太龙药业 对吧 连续两个质量 那么 那么然后那个创新药这块的还有那个什么这个维康这个药业已经强了几天了 所以明天来讲 如果 题材这边落 对吧 题材这边落的话 或者说 题材里面有内部切换的话 那唯一 不是唯一吧 就是 题材如果有内部切换的话 那么一个就是 半导体今天是冲高回落 所以明天应该还有 资金回 回流的机会 另外一块呢 就是来自于这两天不是有所调整的那个叫 人形机器人 对吧 人形机器人 比如说什么 就是举例子 船杆啊之类的 对吧 其实走的还是挺强的 颗粒船杆这些都走的挺强的 那么这个都不排除就是反暴 对吧 就人形机器人 我就举个例子 其他都是的 就你把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 拉出来看就知道了 对吧 就那些走的比较好的 那么他们是存在反暴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明天有那个 呃11月9号对吧 就是这个自己 呃这个这个 S7 啊对吧 对对 那个是 S7的这个字界 对吧 就是华为的这个字界 这个新车的发布 那么 这个看看到时候 有没有什么超预期的东西 啊 有没有超预期的东西 还有呢 就是汽车今天不是也有调整吗 因为天龙调整的关系 那明天看 如果天龙明天有修复 或者说是字界这块S7的发布 有什么超预期 那么这里面 其实包括什么无人驾驶啊 之类的 对吧 都有可能 呃就重新得到资金的回流 因为今天汽车板块是整体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汽车板块整体是 这个回调的 但是下午就晚 而不是下午 就是对 就最后一个小时 对吧 最后一个小时 两点到三点很明显有资金回流的啊 所以汽车板块 明天依然这个就有点像 如果你看那个K线啊 这个K线挺有事 这个K线叫 以前我们讲这个K线叫楼挫线 对吧 有上有下吧 对吧 那么这个就代表明天又可以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明天的这个汽车板块还是有机会 在这个就是受到资金的这个回流的啊 就是再去顶一下 那么北七南谷炒的其实小米 小米汽车的概念 对吧 前面两天呢 实际上就是包括江淮啊 这个赛利斯啊 赛利斯啊 这些 对吧 赛利斯呢 目前来讲 还是蛮强的 因为他整个趋势没有走坏 而且因为之前 机构对他的赛利斯的这个 中期的估值要达到两千亿了 对吧 达到两千亿 所以现在呢 也就是差不多一千四百多亿 那即使没有两千亿 我觉得赛利斯应该还是 还有空间 还有空间 所以从汽车板块来讲 中军赛利斯啊 这些也不倒 那有可能 弹性票是有可能会轮着换的 对吧 弹性票会轮着换 但是你看今天就是那个什么 腾龙又上来了 对吧 腾龙又上来了 翻包了 腾龙是昨天这个阴线 对吧 今天翻包的 那么也就是说 嗯 金融元车这块还是高低位的切换 会比较明显 就是低位的高位的 他们会 切换 对吧 他还是有一个 主要是有这些中军带着 另外呢 如果市场目前的成交量 不是快速萎缩的话 那么基本上 嗯 就是几条线嘛 对吧 这个低位跟指数共证的 其实就是 呃 半导体跟医药医疗 对吧 然后原先的 对吧 就是华为这条线的 华为消费电子 华为汽车 对吧 然后加上华为算力这些 那么都我觉得是没啥问题的 啊 没什么问题的 也就继续 呃 该怎么做就这么做 只是说每一次可能 呃 因为有高标 每一轮都是有高标带的 那么高标如果断了 对吧 他有可能再次做高低切换 啊 甚至高低切换完了以后呢 他会另外找一个分支 也有可能后面 无人驾驶这个分支特别强 啊 然后无人驾驶是不是无人驾驶 或者说自能坐舱 对吧 这些你不知道 就是他会找一个分支出来 再带汽车 啊 因为汽车 整个来讲可以炒到 这个月应该汽车板块都不会 没没什么问题 因为后面还有M9 对吧 问解还有问解M9的落地 所以整个汽车应该会反反复复吧 反反复复 那么 就是 这些 其实就是我们 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方向 无非就是你怎么去踩这个节奏的问题 对吧 节奏你还是要 相应才好 那么 我说几个 是啊 对吧 那 我也看到说 有的人说那我现在年纪大了 这个 很多东西我也没法学 然后呢 我也希望说 做做这个 做做这个 嗯 中长线 那我说一下 中长线不是没法做 对吧 但现在呢 今天我正好在其他地方也讲了同样的话 其实有的东西呢 也不太方便讲 你要知道现在的A股 其实呢 管理层也希望他好 对吧 因为如果A股现在不好 第一个我们先不说金有金融风险了 对吧 这个管理层也说了要控控制好这个金融风险 我要防范风险嘛 对吧 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如果 整个A股 一直低迷的话 对吧 我说了 苍蝇不钉无缝的蛋 那你说北乡资金一直流出啊 或者是有什么外部做空啊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有漏洞嘛 别人才愿意 才来做空你嘛 如果你没有漏洞呢 你要说位置低吧 你3000多点 干嘛要做空呢 问题还是说在本身啊 打铁需要自身硬啊 对吧 那为什么人家不去做空越南呀 对吧 能不去做空其他地方呢 那边还高了 股市对吧 所以你看啊 韩国那天对吧 就是已经说是 不允许做空 对吧 就不能做空了 当然这种韩国都可以这样做 我们中国可能也能这样做 对吧 所以风险一定是不会有的 你不用担心有什么风险 所以很多人 哎呀跌到2500、2600 这个事情不会发生的 你放心好了 对吧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因为 这个市 就是整个市场 如果一直这样 弱势徘徊的话 它就会上市融资功能 对吧 因为我们A股是个融资市 谁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那如果不希望看到这个情况 它就需要 股市提振 但问题是 这个事情呢 又不是一天能搞定的 就有点像 这个市场现在已经有点激情 因为前两年 其实就是因为机构抱团的问题 对吧 然后机构后这两年受伤很严重 然后产品发不出去 发不出去 它就恶性循环 越跌越发不出去 对吧 越不 所以今年很多时候 大家不在讲吗 回避基金票 基金中长票 其实思路是对的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就不是一两天能够改变的 这个市场 所以你要说 一个 就是你所谓的做中长线 其实就是用时间换空间 但是这个市场很有意思 往往时间换空间的东西呢 是需要来机构完成 对吧 因为这个市场有很多组成部分 就是有机构的资金 对吧 有油资 有量化 有散户 有大户 有产业资金 对吧 有外资等等 它 主要是这个 比较北向资金机构和这个 大家都愿意通力做多的时候 那市场就会形成 叫做所谓的价值投资产业链 或者说是 就是我们讲的中长线的机会 偏多一点 对吧 就慢慢往上走 但如果不是他们来定价 这种机会就 怎么说 就至少你眼下看不到 所以这不是你想要干嘛 就能干嘛的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 谁都想着说 谁都想着说 那个 我也 这个 躺赢嘛 对吧 买个股票 半个一年的翻倍 其实大家都想这样干 但是确实 今年跟去年这两年 这种情况很少 本身因为是资金的属性决定 就谁拥有了市场的定价权 谁来做决定 对吧 所以我们只能是适应这个市场 而不能够 去 怎么说 就是 去 去主导这个市场 对吧 我们都是市场的参与者 要尊重市场 市场是怎么样 我们尊重就好了 你不能 武断的去认为市场会怎么样 还有一个呢 因为 我说这个话可能也容易被人家骂 对吧 所以我们也没法点电视节目上面想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的思维 其实是 确实有点问题 你想想看 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 你躺着能赚钱 躺着能赚钱跟你拿个碗躺在地上 等着天上掉钱还掉到你碗里 有什么区别呢 没有区别的呀 对吧 你想想看 你去买个基金 基金收的收你的是管理费 他又不跟你共担风险 他又不跟你龙奴于共 对吧 他你一买了 他就收你的管理费 所以你想 他收了你的管理费 你期望他给你带来 这个超额的回报 你觉得这个事情现实吧 因为你们彼此的诉求都已经是不一样了 你的诉求是高额回报 他的诉求只需要你的管理费 那怎么对得起来呢 对吧 所以这是对不起来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还不如你自己好好做 比基金强 对吧 而且基金有很多的制约的东西 你还能够看得清楚 会好一点 对吧 不好我就休息休息 好了我就去做一下 对吧 只要方向看对 大差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可能我就 昨天我在电视节目当中也讲了 对吧 你现在对我们很多的投资者来讲 其实就是又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 为什么 前两年没有那么多的量化 前两年基金主导 大家都觉得还行 对吧 还能做着 跟着基金的节奏 这两年很 很不好 原因是什么 市场节奏很快 对吧 因为他是弹性资金来决定的 所以呢 你必须要什么 就是我昨天在电视节目当中讲的叫 你错过错的 才能对上对的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 现在是谁在主导这个市场 然后你把那些不要的去掉 你才能遇到那个对的 对吧 你要把那个错的东西错掉 错过去 你才能碰到对的 所以今天还有人问我对吧 哎呀 这个说诸周期怎么样了 这个地产链怎么怎么样了 其实我就很简单 我不说的 肯定是我不看好 然后你非要问我理由啊 你你你这不是困境反转吗 地产怎么可能困境反转啊 对吧 地产是旧呀 就要死了呀 他不不不就要死了呀 跟困境反转没有任何关系啊 然后你非要认为是困境反转 我也没办法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 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认知 去衡量这个市场 而是需要跟着市场 因为资金是最聪明的 资金不愿意去的地方 一定是有原因的 对吧 你就 你说我 我怎么知道他什么原因 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需要跟随就好了 对吧 就有点像 如果你觉得我不是骗子 那你就听我的 因为为什么 我也是跟着市场走 对吧 至少我讲的方向 没有大的偏差吧 我没有让你们去买金融 也没有让你们去买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基建啊 这个顺周期啊 化工啊 对吧 也没有让你们去搞地产产业 什么都没让你们搞呀 对吧 还是这句话 第一位 不是第一位 就是纯量 你就看抱团的方向 题材的级别 对吧 增量 你就看 指数共振的方向 一般都不太会出差错的 然后你再去精选一些品种 然后再去用一些技术 这样的话呢 你就能提高胜率了 那么 还是这样 就如果你认为 你不太适合超短的 或者说你觉得有点心脏受不了的 那就这两个方向 一个是医药 一个是半导体 你可以在低位的地方你去埋伏 对吧 前提就是 这个低位放量的呀 对吧 就是那比如说 一直跟他举例子的 对吧 这个康康康康康 对吧 就是这样 他在这里放了量了 对吧 那就风低高高 你看又搞紧了 对吧 是吧 10%了吧 可以了 10%对很多价值投资人来讲 是很好来劲 还怎么样 是吧 就这些东西 对吧 因为你的 你本身的要求并不高 但你只要方向不错就行 对吧 而且现在是一个增量市场的话 它的容错率很高 你看啊 半导体的强力性财经也涨停了 我这个股票割掉的 对吧 这个我觉得 我先说一下 不是因为我割掉 我买了 没有任何的这个事情 因为我的模式 就是这样的 对吧 我觉得不好了 我就走了 我认为我的钱 是能够在其他地方 再找到机会的 但我说这个股票的意义 是在于 你看 在一个增量的市场 对吧 它的方向也是光刻 光刻胶嘛 对吧 其实就是半导体嘛 结果市场就会给你 一个容错的机会 就是这个方向 只要不错 你慢慢拿着 它就能涨回去 慢慢拿着就会涨回去 对吧 包括什么欧飞光啊 对吧 欧飞光 前面它也有跌的呀 对吧 那也这样跌的 你看慢慢又涨回去 为什么 方向没错 它是消费电子 困境反转 这个才叫困境反转 对吧 所以你必须在 站在对的地方 即使你买高了 你还有机会 这个解套也好 赚点钱出来也好 对吧 如果你站错了队伍 那这个容错率就大了去了 那这个容错率就大了去了 对吧 就是你不要说什么 这个就是不走啦 对吧 你走都是亏钱的 你提前走反正都是亏钱 这是亏多亏少的问题 亏多亏少的问题 好吧 那么目前反正就是 就我说的这些方向 对吧 你愿意相信 那你就跟着我的方向做 方向里面也有高也有低的 对吧 老的就是一些比较高的 算力啊 汽车啊 这些都是 消费电子也不算低了 低的其实就是 现在的医药 医疗跟半导体 对吧 至于新能源赛道这块呢 实际上因为反弹的第一天 它已经是落了 所以它肯定比 我刚刚说的两个板块弱 那这就不用看了 对吧 我做题材的 做超短的 反正你们 担心等待 对吧 接下来可能市场要高低切换了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题材 因为就像 这个完蛋 这个游戏 对吧 那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应用端的 新的东西 所以炒的比较高 那么反正每年都是这样的 市场每年都是这样的 接下来你就会看 什么东西是特别新的 从来没见到过的 那么也可能炒一炒 好吧 那明天的路径也跟大家讲了 防守的呢 可能医药这块 如果明天指数走的特别差 或者明天指数就调整 情绪也调整 那医药 农林沐浴这些 可能会有资金去搞 如果指数继续震荡 那汽车线 这个什么机器人线 对吧 它有可能资金就回流 然后 这个算力这块 最好是明天看一看再说 对吧 明天你看一下 特别是这个叫 很软软啊 这些是不是马上就有资金 去做修复 或者修复的强弱 正常来讲呢 我觉得最好 这个算力再让它调整一两天 那这样的话呢 后面又可以去做了算力 好吧 那这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然后这个我既然已经说了 现在容错率会相对比较高一点 那么也就是说 哪怕今天有类似什么 朝阳科技这种跌停的 它后面也会修复的 现在就是因为成交量决定容错的 大小的 对吧 如果现在只有七千亿的成交量 那就容易A杀掉 如果现在有一万亿的成交量 那后面又会有资金承接再去做 所以这些东西我都教你们了 对吧 这个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东西 你自己做的时候就知道 难点在于什么 就是实际上交易的难点就在于 你能不能及时发现机会 对吧 就盘中的时候 你就能够看得很清楚 像你看美丽中国 对吧 今天就是全部都是高开低者 全部都是高开低者 所以就是什么 你就不能够马上就去买 对吧 它等于这个板块就没起来 所以这个是 它需要时间来 这个就是 强化的 就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你需要慢一点 比别人慢半排 对吧 宁愿这个慢一点 也不要去抢 所以你看清楚了再做 好吧 这些反正就是 对于大家的这个 就是每个人可能要求不一样 有的人学的快 有人学的慢 对吧 那么 如果你觉得慢 你就索性仔细一点 对吧 有的人可能接受的程度 快一点 到周五的时候再来说 好吧 那么总体就是 明后两天应该是要偏防守一点 就会怕高位的题材就是退潮 然后多看看低位的 多看看低位起来东西 或者盘中有什么 特别到周五的时候 对吧 上周五的时候就跟大家讲 卡了一个机器人 就是很好的 对吧 你买了就能赚钱 然后呢 到这个本周五的时候再看看 低位有什么东西会卡上来 那这种卡上来 在情绪推潮的时候 是最容易被资金接回去的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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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